见到第一仙,第3086章,红莲杀节 其他天地眼神异样,也都看向落雨妖祖的意志法身 他们想起前来的路上,所碰到的那个苍老帝师 在宿命海,哪怕是他们面对苍老帝师,也只能退避 因为根本无法战斗 对方只要躲入海面下,谁也奈何不得 反之,对方则可以动手,极为难缠 却见落雨妖祖笑了笑 让各位失望了,我家大人他们正在前来的路上,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众帝皆挑了挑眉 是苏义他们已解决了那个苍老帝师 还是那苍老帝师没有选择动手 还不等众帝询问,落雨妖祖已说道 我家大人还说了,让恶天地义人再次等候 其他人先行前往血连禁狱 又是你家大人说了 听到这熟悉的开场白 一众天地心中那叫一个隔音 脸色都阴沉不少 凭什么我们要听他的吩咐 闻天地眼神不善 很生气 落雨妖祖笑道 诸位可以选择,不听 而我家大人,也可以选择不来 你 临天地谋战神忙 气得,差点控制不住想杀人 落雨妖祖却浑然不惧 笑道 诸位都已到了此地 若拒绝我家大人的提议 怕是会功亏一篑 这样的结果 相信诸位也不想看到吧 一众天地沉默 神色明灭不定 最终 恶天地做出决断 诸位 那你们便先行一步 我留在此地等着便可 那些天地 心中虽憋闷 但最终还是接受 当即展开了行动 他们身影挪移 舒尔坚来到那一座连台之上 随即 连台轰鸣发光 流淌归立如梦幻般的大道光雨 凝聚出一道密界入口 随着那些天地走入其中 密界入口很快就消失不见 这一切 被洛宇妖祖尽收眼底 心中安定不少 骑马进入血连密界的入口 没有被布置陷阱 告诉苏役 半个时辰内 他若不来 我保证枯玄老会死得很难看 恶天地冷冷开口 从最星辰开始 他就被苏役牵着鼻子走 直至现在 他内心积攒的怒和杀鸡 已快要按捺不住 耐心也已快耗尽 洛宇妖祖笑了笑 不必阁下吩咐 我一把消息传给我家大人 恶天地一声冷哼 不再多言 洛宇妖祖则笑道 虽不清楚阁下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可我清楚 能让堂堂天地一路隐忍而不发作 必是图谋甚大 恶天地冷着脸 不予理会 洛宇妖祖却不在意 自顾自盗 若真到了拼命的时候 为了我家大人 我不介意复死 并且 会第一个选择 和阁下玉石俱焚 那从容自若的怡态 配上这番不容置疑的话 让得恶天地直皱眉头 她呼得一声冷笑 不懈道 拼命 那也得看你到时候是否有机会 这里可不是命运长河之下 和南海其他地方也不同 奉劝你一句 最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洛宇妖祖眼 谋威宁 这番话 既是她的心声 也是一个试探 而现在 她试探出了一些事情 那就是在血连禁欲 有着让足以让恶天地 稳操胜券的布局 才敢这般不客气地侵蔑自己 看来 除了你们这些天地之外 那血连禁欲 恐怕另有强大的存在作证啊 洛宇妖祖自语 恶天地神色淡漠 不再理会洛宇妖祖 显然也看出 洛宇妖祖是在套她的话 这一切 则让洛宇妖祖心中沉重许多 时间点滴流逝 远远的 一艘小舟出现 朝这边掠来 恶天地第一时间转身 目光遥遥望去 唇边则浮现一抹冷冽的弧度 来者 正是苏义和那两位妖祖 苏义 你可总算敢冒头了 恶天地四线份般 莫地出手 一掌朝不远处的洛宇 妖祖意志法身狠狠拍去 可这一瞬 洛宇妖祖的意志法身 却未卜仙之般 提前一步挪移长空 避开了这一击 她哈哈大笑 堂堂天地 却这般沉不住气 这可很不好 声音还在回荡 她这一道意志法身 已经化作一道光 融入本尊内 的确不像话 一点天地风范都不讲了 虎禅妖祖咧嘴笑起来 毫不掩饰对恶天地的鄙夷 恶天地却视若无睹 她眼眸死死盯着苏义 宿命顶可带来 苏义摇了摇头 道 没有 恶天地 眼见恶天地那张老脸都阴沉下来 苏义才笑道 逗你玩呢 恶天地胸腔一阵起伏 最终只冷冷到 把自己的小命玩没了 道也无妨 若把宿命顶完没了 这天上地下和你有关之人 注定都得遭殃 言外之意就是 这次若见不到宿命顶 苏义死了也不够 和他有关之人都得陪葬 苏义笑了笑 不以为意道 走吧 你来带路 一起去血连禁欲见识见识 她显得很从容 非但没有故意扯皮拖延 反而主动催促 要前往血连禁欲 这让恶天地不禁一阵皱眉 忽得想起一件事 之前在路上 你们没有遇到那一句帝诗 苏义一正 扭头问洛宇妖祖和虎禅妖祖 什么帝诗 你可曾见过 两位妖祖七七摇头道 没有 苏义目光又看向恶天地 道 我们都没见过 还有问题吗 恶天地神色一阵明灭不定 我倒是的确还有一个问题 苏义笑道 你说 恶天地皱眉道 你为何提议 要单独把我一人留在此地等候 之前 她还揣测 苏义是不是打算趁此机会出手 把她拿下 当作人质 毕竟 有两个妖祖和 一直不曾露面的青衣天地在 若是开战 她一个人还真不是对手 可现在看来 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而这 也让恶天地琢磨不透 苏义笑了笑 你想多了 我留你在此 无非是为了 给我们带路而已 恶天地不信 当真 苏义反问道 若我们一起动手 阁下当如何应对 恶天地眼神冷 最终不再说什么 转身朝远处的连台掠去 苏义他们跟随其后 当抵达连台上 他们和恶天地之间的距离 已仅仅数丈之地而已 两位妖祖 眼神毫不掩饰杀鸡 死死盯着恶天地 蠢蠢欲动 苏义则笑着拎着酒壶 自顾自喝了一口 由恶天地一起同行 当抵达那血连禁狱时 就不必担心 被人埋伏突击 这就是他的目的 若那些天地都留下 反倒是个威胁 一旦动手 势必会坏了今天事情 苏义的目的是 旧枯悬天地 可不想节外生枝 这一瞬 恶天地似乎也终于 想通了苏义的意图 不禁一声冷笑 下一刻 连台上流淌出 瑰丽如梦幻般的光雨 凝聚成一个密集入口 当恶天地正准备行动时 苏义呼地道 且慢 恶天地皱眉道 想反悔 带我请出青衣天地 一起同行 苏义笑了笑 指尖在腰盘玉牌上一拍 伴随着一抹惊人的心灰光雨飘洒 轻衣天地那高挑修长的美丽身影 凭空出现 虽然一袭黑衣 可却衬得她肌肤盛雪 精致绝美的面容 若少女般出众 苏义注意到 那一枚名幻白首的木簪 已斜插在轻衣天地那压青色的柔顺发丝间 看到轻衣天地 两位妖祖都不由平生惊艳之感 而恶天地眉头紧皱 道 现在可以了 轻衣天地嗓音清冷 态度很直接 进入蜜界的第一时间 若有危险发生 我会第一个拉你垫背 两位妖族也点了点头 我们也是 这样的威胁 让恶天地神色都变得阴沉下去 可最终 她一言不发 朝蜜界入口走去 苏义等人跟随其后 一瞬 他们的身影和蜜界入口 齐齐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刻 苏义等人就出现在一片蜜界中 这里依旧是在一片黑色海域上 天穹上同样覆盖着厚重的结云 但 在那海上则盛开着密密麻麻的血色莲花 每一朵莲花都硕大无比 像山峰一般 鲜红的花瓣像被神血染成 妖艺神秘 在苏义他们出现的第一时间 除了苏义 所有人都动了 轻衣天地一步迈出 掌尖挥洒出一片尘埃般的星辰光雨 化为结界力量 遮蔽在自己和苏义身影四周 两位妖祖则一左一右 挡在恶天地两侧 一身气息轰鸣 杀鸡死死锁定恶天地 恶天地抬起右脚 正于迈出 可当察觉到这一幕后 又不着痕迹地收了回去 同样在此时 附近四面八方的区域 一朵朵硕大如山峰的红莲附近 骤然间杀出一群身影 这些身影既有文天地 灵天地等人 也有其他一些陌生面孔 甚至还有一些诡异可怖的帝师 他们几乎同一时间出现 以雷霆万军之势 朝苏义他们这边杀来 哄 这里天地紊乱 虚空动荡 一道道恐怖的宝光直冲九霄 掀起的毁灭气息之恐怖 足可让任何天地为之胆寒 这一切 都是在苏义他们刚出现的一瞬发生 快得让人都来不及做什么 眼见这样一场突然掀起的突击 眼见就要上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